这个跨国丑闻比你想象的还要肮脏 买卖婚姻 阶级跨越 不得不说这部电影太敢拍了 男人从车里扛下旅行箱 还贴心的为女士们摆好垫脚石 瓦莱里亚坐在松软的沙发上 享受着姐姐姐夫热情的款待 可当姐姐问她想要什么的时候 她的回答却有些意外 姐姐推着旅行箱把她带进卧室 嘴里还在不断念叨着 自己对这座温馨的小窝有多么满意 可妹妹对这座混凝土助冠的鸽子龙 却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她想要呼吸外面的空气 哪怕是混杂着烟油的味道 为了能缓解妹妹焦虑的情绪 克里斯特意请示丈夫能不能带她出去走走 麦克内心有些顾忌 她可不想像上次那样 让货物在自己眼皮底下溜掉 这就是姐夫赖以生存的生意 美其名曰跨国婚姻中介 其实就是把姑娘买过来 再随便卖给一个单身汉 克里斯带着妹妹熟悉周边的街道 繁华的商业街 四通八达的地铁 还有迷人的天气 姐姐对这座城市感到非常骄傲 尽管她自己从未在这里铺下一砖一碗 克里斯教导妹妹要如何融入这座城市 如何做到得体大方 才能让自己的男人感到满意 抽烟可以 但必须马上刷牙 喝酒可以 但不能当着丈夫的面 以色列的男人并不怎么爱喝酒 除非是场合需要 克里斯把自己的好友介绍给妹妹认识 而她也对瓦莱里亚提出了诚挚的忠告 瓦莱里亚会心一笑 可心里却升起一团疑云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给一个女人足够的勇气跳下月台呢 第二天一早 瓦莱里亚便开始了梳妆打扮 因为今天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她将要第一次见到注定和自己走完一生的男人 伊坦冒着滂沱的大雨来见新娘 在地上伴手礼后迫不及待地来到瓦莱里亚面前 她为自己的新娘准备了一份厚礼 一部智能手机 还贴心地把自己的号码做了标注 我的爱人伊坦 手机可以让他们随时保持联系 还能帮助准新娘尽快学会西伯来语 伊坦显得异常兴奋 恨不得马上把这个女人带回家 可她的表现却让麦克不太满意 经验丰富的麦克非常清楚游戏规则 男人要比女人显得更加矜持 这样才能彰显出他们迷人的风度 还有尊贵的地位 姐姐忙活着准备宴席 却忽略了妹妹眼睛里透露出的不安和恐惧 你能想象吗 和一个毫无感觉的男人度过一生是重什么体验 主人热情的招待缓解了这对新人紧张的情绪 姐姐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充满希望 再过一年的时间 她就可以拿到绿卡 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傻里傻气的伊坦随口一说 却把餐桌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虽然在这个国度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权益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但男人却依然想让别人承认妻子享有自由 这可以让他们减轻无味的负罪感 甚至还会因此变得光辉灿烂 伊坦的话让出入世事的瓦莱里亚心头一惊 难道姐姐的婚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幸福 难道她对身边的男人其实并没有感情 婚姻只是一种选择 姐姐选择的是婚后的生活 至于是谁躺在自己身边其实并不重要 好在迈克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否则后果很难想象 姐姐的话给瓦莱里亚带来了更多困惑 可身旁的伊坦却丝毫没有察觉 她是真的被这个姑娘给迷住了 还不断地追问她的过去 一心想要了解新娘身上的种种细节 瓦莱里亚讲了一个儿时的故事 小时候母亲为姐妹买了两只小鸡做宠物 可在半路却不小心弄断了一只小鸡的腿 姐姐没有丝毫谦让 开心地抱起健康的小鸡离开 而瓦莱里亚丝毫没有选择 留给她的只有那只瘸腿鸡 姐姐和姐夫都听出了她的话外音 只有伊坦不停地夸赞 这是她听过最美的故事 自从小鸡的事情过后 瓦莱里亚就给姐姐贴上了自私的标签 就连自己的婚姻 她也认为这只是姐姐谋生的手段 吃完饭后 伊坦把五千美元的彩礼交到麦克手上 接下来只要带着新娘子回家 这种买卖就算完成了 可就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瓦莱里亚却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 怎么也不肯出来 姐姐姐夫其上阵 也没能说服她打开房门 焦急的伊坦甚至打算在这里过夜 发誓等不到媳妇就不会离开 克里斯好说歹说终于进到浴室 可正当她准备带妹妹出去时 瓦莱里亚却把钥匙扔出了窗户 麦克冒着大雨找到了钥匙 可一番折腾却把钥匙捅进了下水道 这下算是把她彻底激怒了 愤怒的麦克回到房间 一头扎进婚恋网 开始为伊坦物色下一个新娘 麦克竭尽所能地想要劝服伊坦 可这个傻小子却一心认准了瓦莱里亚 与此同时 浴室里的两姐妹也开始了推心致富的交谈 姐姐知道瓦莱里亚心里装着一个男人 但是她什么都没有 甚至没有生活的目标 妹妹嫁给她只会让自己变得痛苦 可瓦莱里亚却怎么也听得进去 在她看来 没有感情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地狱 于是姐姐给她讲了自己的故事 在面包与爱情之间 姐姐选择了面包 她也曾像妹妹一样天真浪漫 像她一样渴望爱情 但生活交给她另一番道理 没有面包的爱情就像是没有土壤的鲜花 唯一保鲜的方法就是做成标本 姐姐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她的生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也让她自己感到幸福满足 于是她替妹妹做出了选择 想让她像自己一样摆脱贫穷的困扰 可却事与愿违 迈克好不容易说服伊坦暂时离开 随后拿来工具敲开了浴室的大门 瓦莱里亚破坏了她的生意 伤害了她男人的颜面和自尊 她不会再让她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姐姐不想让妹妹再回到乌克兰 她知道在那里等待她的只会是悲惨的命运 但迈克的心意已决 她再也不想看到瓦莱里亚的脸 正带着自己的家人朝这边走来 她下得赶紧跑到楼上 而伊坦也随后进入了房门 伊坦的姐姐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想要体现出自己的文明和素养 可她嘴里喷出来的却只有恶丑 这位美丽的夫人不停口吐芬芳 丝毫不在乎任何其他人的感受 最后在她不断的骚扰和威胁下 迈克选择了妥协 把五千美金元素奉还 可这还不足以让她消气 执意要把瓦莱里亚赶出这个国家 尽管姐姐有千般不舍 但她却无能为力 她面对过太多这样的现实选择 也感受过太多无力的痛苦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瓦莱里亚也会被饥饿的肚皮唤醒 成为现实的乞丐吧 影片到此结束 关注华为影视 我们下期再会